终于知道谭剑刺的四号甜心在哪啦 看雪芹听到高知女孩时的表情和语调就很不同 明显就能感觉出来谭剑刺不是在讲自己 高知不就是养子吗 情商智商双高 每次研制有物有内涵和深度 这表情就是和我们一样磕到了的那种感觉 聪不聪明不知道 反正肯定没在台上 等一下四号甜心是哪位往前倒一下 真的少人呐 首先我知道小子肯定进货去了嘛 小子肯定进货去了嘛 小子时不时的要进货 快快何老师我在等你说我的四号甜心 他进货的频率是根据他剧组放他来的时间 甜心的那种感觉应该是要自然不做作 要甜而不腻 这不就是在说我的姊妹吗 然后有那么一点幽默感的一个可爱女生 听王欣凌讲甜心女孩 别人默默听着 只有谭剑刺在那里默默点头 哈哈 四号甜心的姊妹在搬砖 我能不冷静吗 感觉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嬉笑怒骂了 没有四号甜心在场可爱心 都无法快乐了呢 所以我更为了 由于是谭剑刺在那里默奔的手里